尹女士对婚姻的幸福有自己的理解 年轻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 但优渥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于是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嫁给了家徒四壁的范先生 余女士解释说 有钱人的生活虽然一事无忧 但那个时候的她就像是婚姻中的龙中鸟 她渴望自由和丰富的情感交流 离婚后的她遇到了一无所有的范先生 并认定范先生就是她要找的 真命天子 姻女士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想要的幸福生活 然而近几年 丈夫范先生的一系列行为 让她苦不堪言 音女士一次次的选择原谅 但问题一个接一个 家暴 赌博 甚至是感情上的背叛 浇灭了一女士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我会改 我向你保证 不会再换 结果要写上加上还会再换 她就感觉不相信我 我感觉这个家就没希望了嘛 她那个碗也发抖了 挥下来了 一句话她就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了 调解现场一波三折 观察员们的点评 直击要害 双方都是属于非常敏感的人 并且的话呢 又自尊心很强 其实你一直在幻想两全其美 你呈现出来的是强势 而不是力量 因为强势用的手段是控制 而力量显示出的是包容 是接纳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这场调解最终又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这不是我想要的幸福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一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 尹女士和范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希望我们两个和平离分 因为我们还有个女儿嘛 现在我们就是分级状态了 半年的 已经下定几天了 范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不喜欢离分 他一直用离分来压我 他不会真正离分的 因为他心里面一直都有这个家的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提离婚吗 可能我是外医的吧 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对 非常正确 尹女士提出离婚 范先生不以为然 他认为妻子只是说说而已 断然不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他们结婚十多年了 有一个女儿 范先生是初婚 而尹女士此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夫妻俩靠开店做生意维持生计 尹女士说 她每天从早忙到晚 原本没时间去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 两年前 从十多岁的女儿的嘴里 她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烟宵节第二天 我的女儿 妈妈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跟爸爸没结婚的 我说怎么这样说呢 我没看过你们结婚照啊 我说被我藏起来了 爸爸为什么在微信 老公 老婆 你好啊 我爱你啊 女儿看到了 女儿看她经常玩微信 用这样的语音可能是 后来女儿说 妈妈 我有爸爸的那个密码 你想看吗 我很冷静 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她跟了第三方 那个聊天记录 就是出轨的证据了 你说你很冷静 我表面上是冷静的 心是滴血的 后来我就吃饭 吃饭 我说第三方漂亮我漂亮 她吃了一半 她那个碗也花多了 跪下来了 一句话她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知道了 我又拿东西走 她不让走 跪啊败啊这样子 最后呢 最后不让我走了嘛 又要死要活了 我选择原谅她 第一二天我是不知道的 老婆我睡不着 我想五六点去散步 其实她在被窝里 用那个信息跟第三方 发微信 早上约会 买菜时间约会 被我发现了 被我发现了 这个联系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下来 没有 后来我发现之后 也吵了 吵了就走啊 好像两天吧 我这个人还是接受不了 打不底线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去承受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做了什么决定呢 后来我就 老公你回来 我们好好调节 后来就回来了 我说你要改不改 我要加 改 改 后来改没改 又还是跟第三方 又被我轰出去了 眼目张胆的 约会啊 开房啊 记录啊 都有 在发生这一切之后吗 还这样 都这样 她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 在你面前 我会改 我错了 贵哦 败哦 贵哦 反反复复 对 反反复复 你的决定是什么 离分 她找到朋友调节 她说 费人给你两三次机会了 你要改 我会改 我向你保证 不会再换 结果还写上加上 还会再换 又怎么了 又会啊 还是继续 对对对 到今年了 我才又提出离分了 为什么 也是跟第三方纠缠不清 还是跟从前一样 不会改变 没改变 可以说基本没断过 就是说 这个生活没必要继下去了 坚定离分 你怎么了 你干嘛 不想退 不想退 范先生突然离场 或许是感觉到 妻子离婚态度坚决 又或许是 他不愿意去面对 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些错误 他每次说 我怎么怎么 我就永远发火 就是这个到底 让他先讲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 耐心劝说下 十几分钟之后 范先生重新来到调解现场 来到这里要去面对 陈老师你是要去登进吗 是不是 面对妻子的指控 范先生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我可以解释一下吧 你说 我老婆一直对我都说要离婚 我也感到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因为他每次对我说离婚就迟你 我都很 佛气都会很大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说 打过他 对他发生过什么 我自己是哪里来的 你先让他说完 因为他就到法院去 我感觉叫家就没希望了 所以我就跟一个女人 走得越来越久了 那可以先离婚 然后再去找啊 因为我又是想要结个家 那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 保证了自己又做不到 不是他所说那种 那是哪样呢 去年他发现了 发现了我就说 保证不跟他联系 我有一次我去打牌 找他要钱 那天下午输了钱 那天晚上就把我管出来了 所以我又 所以又找回那个第三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正需要用到钱的时候 他会借给我 那那个第三方 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提款机吗 也不是这样 我说我说放他再借 你自己觉得你跟对方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感谢 朋友感谢 你说被老婆赶出来了 我就得去找另外一个女人 收留我给我钱 这说得过去吗 这个我说不出我这种 范先生试图解释 但越解释 越让人无法信服 他不愿意面对 选择离场 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范先生认识不到自己犯的错误 自然也就没法顾及到妻子的感受 姨女士说 这一段让她失望的婚姻 除了丈夫感情上的背叛 还有让她无法忍受的家暴 我这个伤口谁咬的 我这个伤口谁咬的 我报过简的有记录的 你为什么用那个酒瓶 摔我的你说一下 那天她在开小店 我在开饭店 人家来吃饭 拿一百块钱来 我去口地里问人钱 她要说要经过她同意 这样吵起来的 当时没打 没打这个什么啊 那个金奈差点都出来了 那个你先打住 是我就把那嘴瓶塞了 塞到地下去 在地下去 不知五亿中间就病到了 五亿中伤到她的 如果我真正是打到她 拿酒瓶打她的 我会打到她那一点嘛 说实话的 打到她 哪里都不会打到这里了 这样的事情 就发生了这一次是吗 还有一次 不止 她听人家说 我很早干门了 九点钟就干门了 出去了 出去检发 她就打电话回来 马上叫我回来 我说出去检发 不许送你请假吧 嗯 就这样 回来就这样吵架 吵架把我车砸了 我说那次我是打了两发掌 真正用力打了两发掌 回来 两发掌 我这个脸都肿了 就是这样子的 她说我在南门开店 她在北门 要看店 你就一心一看 不要说三天打 一四天待网 我说 你怎么把店 天天把它店关 不关你的事 后来 那个塑料店 灯红似的 全部炸 炸瓶的 炸瓶的时候 我就拿个钢管 炸他车 炸他车的时候 打 时间打我 这脸都打肿了 我就反抗 拿个小 这么长的铁锤 我想炸他 我不敢炸他 后来打电话给我哥 我哥来的时候 他又开车就走了 我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 叫他来调解 他不来调解 他问我原因 我在警察也哭得很伤心 我做事 他照顾孩子 因为我说 老公 我白天守电 你晚上守好不好 我说晚上我要求守 我守到十二点 到十二点半 说好 我六点钟一走 他前脚就把我们拉了 去打牌 他把那皮膜布 那些人进的货 不给人家钱 他说卖完才给人家钱 把那货卖完又去堵 堵完人家拉来追债 你货到要付钱 是不是 你把他卖的货 就去打麻架 你承诺过要好好看电了 你怎么说 白天也关门 晚上也关门 我做妻子受不了了 他不在意这个事情吗 他就乱来的 他就是 就生活上 没责任 没分寸 生活上没责任 没分寸 尹女士对范先生的失望 溢于言表 尹女士说 这个家里 丈夫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每天除了偶尔帮点忙之外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几乎都落在了尹女士 一个人的肩上 而她的辛苦和付出 换来的并不是 丈夫的理解和认可 反而是责愿 我在店里 本来就是我困 早上他困中午 我们两个人轮流困的 他不是说 只要他一走 你就拉了去打牌吗 是不是这样 没有这个事情的 某种内心说话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也好强 这里想快点 那里想快点 他感觉这个店有生意的 他就不让我困了 他就请他亲戚困了 他就感觉不相信我 你说他不放心你 才不让你干 你觉得他为什么 宁可请别人干 也没有让你在店里帮忙 你觉得为什么 他说我不会做生意 他一直说我不会做生意 你自己觉得呢 我会做生意 我不会做生意 我都不会快店了 那店是我亏的 我亏起来的 根本我都换不到钱 有没有占到钱 我也不知道 我想发钱的时候 过年是买衣服 都要给他限制 他高兴才买 不高兴不买 我感觉我做那店里 我做那么 占了那么多钱 应该要可以花一点的 过年的时候 你要给我生意的钱 他都没有给了 老婆给钱给我打麻架 钱 只有那几年是有给的 后来发现无底洞 我就捏了很紧钱 因为我赚钱非常不容易 老板娘还送食品水来 食品水说公里才多少钱 才六七块钱 我在吉祥乡 那个天气四十几度的情况下 我里面是放三个冰箱 有个九十公公的床 我是在那里窝的 你个人吗 一个人 好难 那吉祥乡做的日子 埋头苦干了干 干到没朋友的 如果你不干的话 不干的话 坐等坑上 他呢 白天也赌 晚上也赌 有赌博这个事吗 范先生 这块没有了 他说没有 因为我赌 别说十年 这两年来 白天赌 晚上赌 我现在租的房子 太丢人了 两百六块 一个月 加盟保管费 两百八 不付不起的 结果他是 他大体小座 没错 大体小座 一个我真正 打牌的情况下 我是跟他寝室过的 不是赌博 是什么 就是朋友之间交流 要靠打牌来联系 是这意思 因为我打牌 不是跟普通 那你告诉我们 打牌的频次 频率是多少 结果是一个星期 半个月这样 打一次的 我因为这两年 白天打到晚上三点 白天 一个星期基本打完 白天黑夜 连轴转的 对 没有结果 范先生失口否认 他再次认为 妻子是小题大做 对他而言 每天打打牌 只是社交需要 小赌遗情 无论是外遇 家暴还是赌博 范先生都没有明确的 知错就改的态度 明明自己犯了错 他却反而在 妻子尹女士身上 找原因 面对提出离婚的妻子 他很想挽留 但他的所作所为 却让尹女士 越来越失望 这段糟糕的婚姻 不禁让尹女士 想起了他过去经历的 那段婚姻 和白手起家 一无所有的范先生 不一样 他的前夫是个有钱人 给他提供了 优渥的生活条件 但那个时候的尹女士 并不觉得幸福 欢迎收看江西卫 石金牌条件 我们节目继续 曾经我是有一段 很好的生活家庭的 第一段婚姻是吗 对 就是各个人家说 你是傻呀 富婆不当当乞丐 我就心里很自卑 怎么理解这句话 第一段婚姻是什么状况 南方是很有钱 带小孩都会有勤保姆 有人搞卫生这样子 就是他又不让我去做事 我就很无助 一个人很孤单 再说他也跟我交流也少 生活条件好 但是夫妻的关系 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关系 是吗 对 你想要的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想要的就是 每天都有那种关系 好像他不到 他因为他世界上 比较忙碌那一种 是不是 南方他脾气也不好 不要冷落那方面 比如我那时候很小 年纪不懂事很小 还不如找个生活平平淡淡的 就你上班 我上班回来 就是有一个 大家做饭一起吃 我要渴望那种生活 我是很傻 结果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遇到他的时候 是你结束了上一段婚姻 对 你那个时候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什么状况呢 家里那种泥巴房 不是专的泥巴房子 泥巴盖的房子 你不在乎这些 就是我觉得他 认识他说 他很勤快的 早上五六点 去给人家卖家司 晚上下班 还请外面南莫迪拉克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是很有干净的 哪怕辛苦 对对 就是我就是想要这样的生活 你给我一百万 我都没有不幸福 那么有幸福 你愿意跟他一起吃这种苦 对对对对 只要两个人一起 对对对 那时候是真的 蛮幸福的 是真的 那既然当初他跟你认识的时候 你是怎么看他的 当时我看他人很好 各方面呢 他就感觉 那么有钱都不需要 他就选择我 你知道他看中的是什么吗 他看中我可能也是 人也是很老实 很老实也很 我也是很勤快的人 刚开始做生意 到时候 都很挺好的 他生意越好的时候 就有两年生意很好 他就变了 他变了 他就越说越闹越离分了 不愿意我去接准他了 在这个家很大吧 我是无条件付出的 付出那些生活 我很自卑的 因为以前生活很好 我不敢告诉人家 我说我在吉祥乡里住的 我没敢告诉朋友 我没朋友的 父父不当当乞丐 是我前夫说的 这个前夫对我的女儿很负责 我有个大女儿 二十二岁在香港读书 他也为我女儿也没再起 就是没有再找老婆 一直守着我女儿 是我心里很痛的 我每天早上 四点钟不开门 那工地人就敲门了 我三点半起来 四点钟开门 只有电 没有水 没有厕所 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会说我过得很好 你告诉我们 就那么艰难的条件 支撑你的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希望的 我有那种干劲 这个干劲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说 我既然有我这个家庭 我要好好干 又要表现给人家 看我要做得很好 要赚多点钱 他之前很努力的 到最后的时候 看不好希望了 什么时候他开始变了呢 好像是2015年吧 就慢慢 表现真正有点好的时候 改变了 因为这个人 我最心痛是什么 他承诺让我好好带小孩 他好好干我赚钱 结果两年来 我供他吃 供他住 供他赌 所以你自己想一想 就是一个当初 你那么看重的 勤劳的青年 后来是什么 让他发生了变化 因为朋友多了 赌赌那些朋友多了 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 很辛苦很辛苦 他都会帮我洗头 可不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 曾经他有过勤劳的时候 对我好的时候 这种奋斗的时候 所以想到曾经的好 我才会一次一次地 选择原谅 我现在已经像冰块一样冰 尹女士感慨万千 曾经她选择离开 衣食无忧的生活 就是因为 她对未来的幸福 充满期待 这种期望有多大 如今的尹女士 内心的失望就有多大 和范先生这段 她付出了所有心力的婚姻 最终没有收获 她想要的幸福 外遇 家暴和赌博 每一件事的伤害 都像一把刀 插在了尹女士的心窝 她再次表达 坚决要和范先生 和平离婚 那么观察员们 会给他们的婚姻 提出怎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范先生 你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 不想离这个婚 自己究竟害怕什么 那既然害怕 我们就去面对它 要么放手 给人家一条生路 其实你一直在幻想 两全其美 一方面 在老婆这儿 我可能得不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它 因为这个家庭对我来说 起码它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乌檐 一边跟自己的老婆下跪认错 一边却依旧断不了那边的关系 你始终都在说 那是我老婆怎么样 我老婆怎么怎么样 不要再去找她的理由 一边说别人不好 一边又死抱着这个婚姻的大树不放手 虽然老婆有的时候显得比较强悍 但是哪让我觉得舒服 哪让我觉得可以逃避压力 我就往哪钻 这种逃避 是你最大的一个防御机制 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和第三方一直断掉关系 我不认为这是你很有心机啊 它只是你的习惯使然 你自己一天到晚见的缝就钻 而不是想着怎么去真正的解决问题 范先生 我说句真心话 我要是你老婆 这日子我也过不下去 双方都是属于非常敏感的人 并且的话呢 又自尊心很强 尹女士啊 前面的前夫 她是属于物质条件非常好的 但是呢 脾气很暴躁 对吧 那么尹女士的话呢 跟你的前夫之间的关系 是属于男高女低 对方高女低 你受不了 哪怕你经济条件再好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不会在你身边 所以呢 当你出于低位的时候 你选择了逃离 跟他离婚了 你不喜欢这种 出在低位的感觉 自尊心非常强 又很敏感 于是呢 你选择了范先生之后呢 范先生的话 他的起点是低于你 他的物质条件的话呢 也低于你 他甚至在能力方面 也低于你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变成了你高 他低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选择什么呢 他也逃跑 因为他觉得 他在你的面前 然后呢 没有自尊感 然后呢 没有任何的成就感 然后你成像的强势 他成像的逃离 于是他找了谁 他找到第三方 以此去寻找到 这种自尊感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双方在这个方面 是惊人的相似 自尊 敏感和逃离 几乎是你们两个的共性 只是逃离之后的状态 不一样而已 你们双方都是矛盾体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像姨女士的话呢 为什么说你是个矛盾体 你可以清晰地告诉我 你真的是坚定地要离 还是不离吗 如果说你想要不离 但是呢 你在过程当中 屡次以离婚 作为一种要挟或者恐吓 或者对对方一种施压 这好像表明 你真的很想离婚 然后当你提到说 在你跟你的先生 他帮你洗头 你哭了 其实对他还是抱有希望的 同时对他还是有爱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问清楚你自己 你必须要明白你想要什么 你搞不清楚自己 一下也觉得不能要 一下也觉得能要 你就永远都很纠结很痛苦 广想生也是个矛盾体 你究竟明白你自己是 要这个家庭 还是不要这个家庭 你想明白了吗 那么如果说 你真的想要这个家庭 你为何屡次出轨 那么这是要家庭的态度吗 第二个如果说你不要家庭 你来金牌调节的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挽回你的妻子 然后呢 只要觉得他的决心是坚定的 不想被挽回了 你就想离开现场 你觉得调节也无效 这事故表明 你真的很想要这个家庭 如果你真的想清楚 你自己想要这个家庭 那么你必须不讲任何的理由 跟外面完全地断掉这种关系 错了就是错了 对不对 要认错 从此之后不要再放相同的错误 在民法典当中 离婚的条件之一 就是与他人有同居关系 或者是有赌博的恶习 或者是有家庭暴力 你的妻子的描述当中 其实有很几样你都占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还是用这种生活方式 我又要挽回婚姻 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和这个你的第三方之间呢 又没有话断联系 他不光是违反了道德的原则 而且更多的 他其实也违反了法律 夫妻之间是要有相互忠诚的义务 范先生你是没有做到的 你的这种行为 其实是导致了你们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这个婚姻也是走不下去的 你放弃了原来优渥的一个生活和一段婚姻 你说那个男人太强势了 因为那个强势又多金的男人 让你无法去掌控 而你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 是在一个情感的牢笼当中 像金丝雀一样的一个女人 于是乎你找到了这个 其实貌似看起来 家徒四壁 一无是处的男人 他刚好可以让你去掌控 于是乎你的自信心起来了 但是他没有 他成了那个转移你情绪的 好像变成了那个在笼中的一个小鸟 所以爷女士我不是批评你 我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 看到自己内心潜意识当中 我们所要的诉求 而这个男人真的坏了 我不是替他说话 他有他的缺点 但不是恶的坏 包括说到最严重的 这个第三方的问题 其实也是找到自己情感上的补足 那个女人甚至很多方向都不如你 但是他一定有 可以弥补他内心缺陷的地方 比如说可能会认可他 可能会呵护他 可能会给到他男人底线的尊重 爷女士 虽然你很痛 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和伤害 但是还是能痛定思痛 能思考一下 因为但凡能思考的人才能成长 一句话 无论是何是分 我希望两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有一个各自美好的前程 或者是共同幸福的婚姻 婚姻这个东西 有的人要婚姻是为了要爱 创造爱 享受爱 但是有的人要婚姻是什么 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陪我 完成我的世界的建造 你恰恰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丈夫 你需要凡先生 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先生 因为你需要去逃避 你看你在你上一段婚姻当中 那个强势的男人 让你的无力感 无能感 一览无余 这你受不了 而你在现实的婚姻当中 很多人都跟你犯同一个错误 那就是用强势来掩盖 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 通过什么 通过对配偶的贬低 这个男人 他恰恰就是懦弱 有一些软弱的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你批评他 你指责他 你贬损他 你纠正他 用这些所有的方式来去完成 我不是一个懦弱的 无能的人的这样的一种远离 所以你呈现出来的是强势 而不是力量 因为强势用的手段是控制 而力量显示出的是包容 是接纳 你这个不对 你那个不对 慢慢地就会让他感觉到 我真的就无能 我做什么什么不行 那软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对于男性来说 一个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 吃喝嫖赌 还有一种是什么 窝里横 我对外界显得很软弱很无能 但其实在家里边那可豪横 横得很 所以你的强势配合了他的软弱 他的软弱也恰恰给了你强势的一个舞台 所以我想今天这两条节能够做到的就是 我们各位老师让你们看懂你们自己 看懂你们的生活 看懂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并不能真正地赢得你们想要的幸福 要不来 希望你们能够自己去思考 做出你们自己人生的一个选择 调解进行到这里 两个人的未来是分是合 夫妻双方进入密室调解 尹女士告诉观察员陈瑜 有时候她也怀念从前 两个人白手起家一起打拼的日子 但现在的婚姻生活 让她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她那么穷 你都愿意嫁给她 当初你们就是有感情的 当初你们的态度就是平等的 你虽然觉得她穷 但是你不会鄙视她 她虽然觉得你离过婚 她也不会鄙视你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你们在前面结婚这几年 先进如宾 有真情的真实根源 但是你们都变了 当你自己赚的钱更多的时候 你觉得她无能 你知道吗 你变得生气离人 当你生气离人的时候 好 你很能干 你干去 你很能干 你永远去能干 那我无能 我就越无能 她没有被需要的感觉 你给不到她这种真诚和温暖 所以她要离开 其实真正的变的是 你们双方都有责任 是都有责任啊 对啊 自一步名存实盲吧 你也变了不是吗 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那么穷对吧 你又没有什么贡献子 你还赌博 你不值得爱了 观察员陈瑜建议尹女士 婚姻走到今天 要认识到各自的原因 但尹女士认为 对于这段婚姻 她已经彻底死心了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丈夫对她感情的背叛 她那些不良好 我可以接受的 但那三番车速出轨 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对 你已经凑换了我的底线 无可原谅了现在吧 不是我没原谅 她是无可原谅 我并不建议你 现在直接做决定 假设是 她自己深刻地认知了 自己的落弱 背叛 对你造成的严重的伤害 那么 她愿意变得更好 跟对方彻底地 划清界限 她愿意侧头侧尾地去改变 你还愿意给她机会 我愿意 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这个孩子 我愿意 我愿意说 大家和平离婚 我的心 比冰块还要冰 我要大家和平离婚 尹女士离婚的态度 依旧很坚决 范先生当然是希望 挽回这段婚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她依然觉得 她感情上的背叛 原因还在妻子尹女士身上 以前都是我老婆逼的 逼的 逼的 逼的是搞得我 无家可归那种感觉 我才这样出轨的 恩恩爱我的话 也不会去出轨的 说实话的 在朋友之间 从而没说过我好 都是说我老公无能的 我不喜欢我老婆 是这样是说我 因为我做男人 我是要面子的 我就感觉她越有钱 我越没地味 你说我什么为分 我说实话 你口头上说 我说今天不买菜 我吃白饭 我也可以 但你不要说 这些过往分 总的不要说 把我衣服拿出 我还管我出去 你不管我出去 伤我自尊嘛 就是你可以做 但是你不要伤我自尊 不要他说 他一逼迫你 然后你就一定要出轨 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观察员朱永卓 建议范先生 要学会自我反思 要有知错认错和改错的勇气 而不应该把责任 都推卸到妻子身上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思 或者是自己觉得 我自己还要需要做些什么 我能做得到的 我绝对不会再出轨 绝对不会出轨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婚姻的终成度问题 这是个底线 范先生的承诺 能让尹女士改变离婚的念头吗 观察员陈瑜提醒她 婚姻就像是一面镜子 在经营婚姻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我反思 我知道你内心是柔软的 没有几个人 会通过你居高临下的态度 还有呢 这种盛气凝人 感受到你内心的柔软 她永远都觉得你很强大 示弱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胸怀 真正强大的人对吧 她未必会生气凝人 你明白吗 也许经过痛苦和创伤 她能够醒悟 这种人醒悟不了 所以说连机会的 密室调解结束后 双方到底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坚决要离婚的尹女士 会改变主意 给彼此一个机会吗 欢迎回到江西卫史经牌 调解 密室结束 我们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的决定 和大家现在有什么想法 离婚 赶紧的大发很亮 我没有必要 我没有必要 尹女士的决定 仍然是离婚 听到这个结果 很显然范先生不愿意面对和接受 他再次选择离开了调解现场 因为我一想不想表达 她那种女人 我不想在那个沟通 那沟通 不想再去跟她沟通 挂刺激你了 知道吗 对 我一说呢 我就受不了 我一说 一说我自己 我就全身自负 发抖那感觉 我不拍 叫她自己拍好了 我不拍 我受不了 不想去跟她沟通 调解现场 只留下了尹女士一个人 尹女士表示 如果双方谈不好离婚这件事 她只有求助于法律 我本来说 她在这里能够在这里 和平离婚的话 大家签个血 然后到回我们当地 签个字就了结 那种心态的 显然你先生是拒绝的 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 就到法律再起诉了 好 其实不管你们的婚姻是分事和 你们的日子怎么过 你还得过下去 你还得去教育和引导你的孩子 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去对自己 有很多的反思 我看你也很年轻嘛 又这么能干 相信你对自己 有更多的思考之后 未来的生活 我们要换一种 换一种方式 要稍微柔软一点地去面对 或许柔软的力量 比控制的力量更有力量 好吗 我们栏目组也送你一本书 幸福二十一本 这是我们栏目组的 集体智慧创作的 然后这本书 也希望能够好好地去阅读一下 好 调解结束之后 观察员陈瑜和朱永卓 再次找到范先生和尹女士 希望双方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现在 我会一直努力 努力 照顾我小孩 然后呢 也照顾好她 不管生活怎么样 都为那个女儿着想 不离我们四夫妻 生活在一起不幸福 也是很痛苦 实际上 还不如说 你最好的方法 处理 处理事情 这个离婚这两个事 有没有一万次 你问她有没有一万次 好了 你们俩再这样下去 就是争吵了 先生 你要想挽回这段婚姻 你再去念以前那个事情 对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她没有 你不是我 令人遗憾的是 双方分歧实在太大 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节目播出前的一个星期 尹女士告诉节目编导 她已经正式向当地法院起诉离婚 每个人固然有选择婚姻的权利 但在经营婚姻的过程中 让自己得到成长和进步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真心希望范先生和尹女士 经过今天的调节 都能得到思考和启发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